今天好熱 太平洋高壓持續的影響 不過還在邊緣 所以還是有午後的一陣雨 不過要注意 現在這個高壓的中心在這邊 慢慢的在轉移當中 你看未來的預測 現在來看的話 慢慢的移 到了禮拜四的時候 就在台灣的東方的海面 它的中心 那台灣就在它的外圍環流附近 到禮拜五又更接近 到了禮拜六禮拜天 它的整個高壓 它就在台灣附近那邊繞啊繞啊 所以整個東亞的熱區 會在這個 包含了福建廣東 這一帶就在這個地方 會是一個非常高溫的熱區 為什麼會這樣 就是整個天氣的因素所造成的 所以請大家要特別注意 那預期可能會到下禮拜一二 然後接下來就看說 這整個整個西南季風的一個變化 不過目前來看的話 到七月底之前沒有颱風會發展 所以各位可以稍微放心 先把這個從禮拜四開始 延續幾天的熱量的天氣 先克服再說 那有這種高壓整個增強犧牲 就很顯著的會抑制出 午後的熱對流 所以熱對流呢會顯著的緩和 降雨會集中在某些的靠山區 也變得更零星 那當然啦現在這個時候 大家比較期待午後的一層雨啦 下完雨之後比較涼 但是似乎未來這幾天 從禮拜四禮拜五禮拜六禮拜天 尤其是禮拜六禮拜天 這整個高壓整個升過來之後 我們就是一個非常穩定的下沉氣流區 這種極端的高溫就容易在台北都會出現 那雨呢會越來越少 你看這未來這幾天會越來越少 尤其是禮拜天可能是最熱的一天 請大家要有心理準備 要嚴防這個熱浪 溫度上呢以台北市的預測 這個是平均的氣溫 這個是一個大範圍平均的 如果你看一些極端值 我舉例例如說像台北市 可能是社子島那個站 像過去這幾天就已經38度了 那這樣的往上加加加加加 很有可能會突破 某些的單點的側站 會突破40度的溫度 特別是在台北盆地裡面 社子島的附近 所以請大家一定要特別注意 當然啦每一個站都有它當地的特性 我們不能夠用一個站代表所有 但是事實上都是很熱 請大家要特別注意 尤其未來這幾天 這種都會地區的晚上的低溫 也會接近到30度以上 所以真的是大家只能就盡量待在陰涼的地方 特別是室內的陰涼的地方 也要有一些空調措施 特別是年長者 請大家要特別注意 中部也是熱 南部也是熱 不過相對之下南部 因為有海陸風的環流的調節 沒有像台北盆地這麼的熱 那整個溫度今天晚上明天清晨 大致上晚上就是熱熱烘烘的不大舒服 有下過雨好一點點 但是明後天一樣是熱 而且熱的這個極端值在整個有些地方 像台北盆地或是六都的都市地區會更熱 請大家要提高警覺了 我們最後給大家的建議 做事開始太平洋高壓 西移接近 整個午後陣雨會顯著的減少 然後轉區炎熱 要注意整個台北盆地或是零星的極端的高溫 極端的高溫 就是38 39 可能或是接近局部 接近到40度的溫度 真的請大家要特別注意 那週末是最顯著 會持續到下禮拜一二 那短期之內沒有看到颱風的訊息 請大家多留意了 以上是今天天氣 我們來看詳細天氣數據 我們來看詳細天氣 詞曲 李宗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